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入在约伯记第八章一到七节 前面是约伯回答以利法的话 第六章是对以利法的回应 第七章是约伯向上帝来诚情 表达自己心中的委屈感受 在第六章的时候 约伯讲了一段话在二十四节 约伯说请你们教导我 我便不作声 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 约伯就呼吁他的朋友们 说你们可不可以 真的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朋友 我要是哪里真的有什么问题 你们带着慈爱 带着仁慈来教导我 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教师 来帮助我 我需要帮助 你们要来协助我 而且他所盼望的是什么呢 是有情的支持 恩慈的言语 那你真的如果我哪里有问题 你来教导我 约伯接着说 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 但你们的责备是责备什么呢 显然约伯对于利法的发言 是没办法接受的 那在这里 约伯发出这个呼吁 所以可能也是这一番话 所以第八章一开始 是另外一个朋友 叫苏亚人比勒达 这个苏亚 学者猜测 因为真正的位置不是非常的确定 猜想很可能是在 又发拉底河中部一带的地方 大概是那个地方 那这个比勒达呢 就是第二个朋友了 他就回应 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 口中的言语 如狂风要到几时呢 他的意思是说 你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特别他第七章后面 他在对上帝说话 当然朋友在旁边也听到了 他所说的是什么 说人算什么 你尽看他为大 将他放在心上 甚至他也讲到说 七章十二节 我对神说 我岂是阳海 岂是大有 就我不是海怪 你尽防守我呢 等等 他的一些 对神的一些心情的表露 还有他邀请他的朋友 我们刚才念了 六章二十四节 说我哪里有问题 你告诉我 这些话让比勒达 就没有像伊利法那么客气 他劈头就 有点是叫约伯住嘴 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 口中的言语如狂风 要到几时呢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神岂能偏离公平 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 这一节 第三节跟第二十节 神必不丢弃完全人 也不辅助邪恶人 基本上是比勒达的中心思想 比勒达他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主义者 就是他基本上他认为 他非常的坚持的认为 上帝是赏善罚恶的神 就是说敬畏神的人一定是昌盛 兴旺 特别是物质上面的 那么作恶的人 在物质上 在健康上 他一定是会被神来报应 所以他是持这样的观点 所以他说 神岂能偏离公义 上帝不会有一刻 有一点点时间 偏离他绝对公义的准则 全能者 就是说神岂能偏离公平 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 所以听起来比勒达在生气 生什么气 他在帮上帝说话的意思 就是说你凭什么责怪上帝不公义呢 意思是约伯前面的这些心情 激怒了比勒达 比勒达认为 约伯啊 你竟然敢指控上帝不公义 你凭什么这样讲 那比勒达怎么样来安慰约伯呢 所谓的安慰 他说 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 他使他们受报应 哇 约伯的孩子在一起之间 全部失去了 那这个朋友 他特地大老员要来安慰约伯 没想到在约伯最痛苦的地方 来指控他 他的意思是说 好你说你 你没有罪嘛 可你的孩子死了 你没有死嘛 所以 是你的孩子 他讲的 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他 也许是你的孩子得罪他呀 所以神灭掉他们嘛 这能得安慰吗 各位兄姐妹 我想约伯一定瞪大眼睛看着他 想起孩子 突然间 被杀害 失去生命 当他跑过去看到他孩子的尸体的时候 的那些情景 那些情绪 那些悲伤 一定涌上心头 而且呢 居然还指控说 是他们犯罪 在前面其实已经交代了 约伯不仅自己敬畏神 全然正直 他也很留意孩子的信仰 常常在一些特别的节日 宴会过后 把孩子找来 让他们先反击 其实也是一个提醒 教导 孩子们要敬畏神 在这样的背景教导底下 我想 约伯的孩子一定也是敬畏神 所以约伯也想不出来 我的孩子 怎么会就这样好 死去 彼勒达却说 你的儿女得罪神 那他说 你若殷勤地寻求神 这有点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第五节第六节一起看 你若殷勤地寻求神 向全能者恳求 你若清洁正直 他必为你起来 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 你若清洁正直 意思是说 你的儿女得罪神 所以被神给灭了 杀死了 你如果是正直的 你如果没有犯罪 你如果比你的儿女好 你若 意思是说 只要你不像你的儿女 你要殷勤地寻求神 向全能者恳求 你悔改 清洁正直 他必为你起来 只要你不像你的儿女做 那么 上帝会再让你起来的 因为上帝是正直的 是公义的 他必使你公义的举所兴旺 如果你是公义的 而且你起初虽然微小 终究必胜发达 这些字词 兴旺发达所指的 都是物质上的丰盛跟丰富 所以比勒达 他的意思很清楚 他就说 上帝是绝对公平公义的 约伯 你不要再讲那些 怨天尤人的话了 你还看不出来吗 上帝岂能偏离公平 偏离公义呢 所以你从你身上看到的现实 就是你儿女死了 所以比勒达几乎 他可以大胆的说出来 你的儿女死就是他们犯罪 而你如果不像你的儿女那样犯罪 你若清洁正直 那你还有救 你赶紧悔改 那因为你的正直 你殷勤的寻求神 向全能者恳求 那么 你呢 会使你公义的举所 重新兴旺 你起初虽然微小 就说你现在虽然卑微微小 什么都没有 终究必胜发达 将来啊 你一定会大大的发往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 在想这些对话的时候 你会看到比勒达 振振有词 因为他真的认为 他是对的 谁能够博导这句话呢 上帝是公平公义的 谁能够博导这句话 你总不能说 不如上帝不公平 在正确上就不正确 所以上帝是公义的 那上帝是公义的 你家你怎么会遭逢这个不信 你儿女怎么会死掉 那肯定他们犯罪 所以比勒达 他在他的理解上 他可以下出一个 这么样的结论 那这个结论 在他的神学逻辑上 是合理的 看起来是正确的 可是对约伯 却是重重的打击 在这里他所讲的 基本上 他是要强迫 强逼这个约伯 这个无罪的人认罪 来寻求上帝减刑的意思 可是约伯认为他们无罪 OK 我们这样看 当然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约伯受苦的原因了 所以我们其实会很同情约伯 而且我们也会觉得 以立法也好 以乐德也好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那他们越讲 越肯定越坚决 我们就越认为 他们真是愚蠢 他们真是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我们在看约伯 三个朋友 对约伯的这些对话里面 我们会有一种 被同理的感觉 我们也会大呼过瘾 我们会觉得说 对啦 对啦 你看某某长辈某某木则福导 就曾经对我说过这些话呀 他们就是以立法嘛 他们就是比乐德 不顾我的感受 应扣我帽子 没有同理性 OK 我们会觉得也蛮过瘾 我们会常常就认同约伯嘛 那把身边劝记我们的人 就当成约伯的三个朋友 他们讲的话不合我意 不好听 我们不喜欢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我怕我们在读约伯记 就跑到这样的一个极端去 我前面其实也有讲了 我们约伯三个朋友的问题是 他们应扣了帽子 或者说 他们先假定了约伯有罪 在这个前提之下不断的 在控告约伯等等 可是问题是我们不是约伯呀 明白吗 约伯是这个完全正直啊 他是敬畏神 他远离恶事 可我们不是 我们有很多软弱 很多缺点 而很多的墓长辅导 他们是冒了关系的险 为我们祷告很多事 他们觉得在合适的机会 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不仲庭啊 不仲庭 因为人家在讲我们的不好 我们很快就会跟他说 这个是玉礼法 那个是毕六党 可是我们没有想清楚 我们不是约伯 我们的受苦 我们的一些状况 真的是我们软弱造成 有些时候 我就想到我过往 神很恩待我们 在我成长的环境团契教会 都有好多的辅导牧者 那你知道辅导牧者多了 我们有困难 我们会去找谁 我们会找这个辅导聊一聊 找那个牧长谈一谈 对不对 有些辅导很同理 他就是接纳 哇 羞羞我 请我吃东西 肯定我 也欣赏我 这样 然后呢 我就很得安慰嘛 OK 我就离开了 那有些长辈 哇 我跟他谈 有个传道人 我是不喜欢跟他谈 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讲 他就沉默 然后在那里思考 那我就觉得 我那么严肃 你不是应该秀秀我吗 然后他就试着 要找一些经文 在他的分享里面 他就教导我 然后甚至我在一些表达的时候 他指证我 说实在话 我就觉得 一次两次呢 我就不想找这个辅导 OK 那过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 第一个辅导 他同理我的感受 但是他没有 把我的生命的问题告诉我 他不是不知道 他知道 因为我后来 从别的地方听到 他在讲我 他把我的问题都讲出来了 可是他不是对我讲 我心里很纳闷 为什么你不对我讲呢 你为什么是对别人讲呢 我也信任你啊 那但是这一位 我说很沉默 然后找经文 客气的要指证我 教导我的那一位 他冒着关系的险 他对我的生命说 我那时候听不下去 我也不喜欢找他 后来发现都被他说中了 我真正要面对的是这些问题 我举这个例子 不是要去控告责备某些人 我想我们的辅导牧者们 都不是完全的人 我们自己也在做牧者 做辅导 我要表达的是说 有一些不重听的话 不好听的话 不见得他就是彼勒达 他就是伊利法 他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 因为我们不是约伯 求神帮助我们 在读约伯的记的时候 不要从一个极端 跑到另外一个极端 我们得去留意 怎么样关心陪伴人 我们也去留意 上帝在整个过程当中的心意 我们得去思考 是我自己是不是伊利法 我自己是不是彼勒达 而不是反而把那些爱我们 把那些用心要栽培我们 提醒我们 执生我们的这些辅导 反而我们把它扣上 约伯山游的帽子 我想这就不是约伯记的意思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分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知道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是为难 很多时候 我们成为伊利法 我们成为彼勒达 我们以为我们在帮助人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建造人 没想到我们所讲的这些 神学正确的话 却成为这些人 我们辅导帮助人的这个指控 好像应扣他们帽子 应是假设他们在哪里软弱跌倒 求主你怜悯我们 不要陷入为主 给我们更有智慧 更有耐心 成为一个陪伴者 主你也教导我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一些人冒着关系的危险 诚恳地对我们生命说话 让我们能够分辨 不要太快把他们当成 约伯的三个朋友 我们能够分辨 我们也有谦卑领受的心 倾听牧长们 给我们的指证和提醒 主谢谢你 求你帮助我们 也借着约伯记 我们更有智慧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